屋外呢红统统的灯笼 让入夜后的巷弄 弥漫着一股深夜食堂的气氛 位在路边的大众力吞呢 像是站后用木头搭起的 柬埔日式小店 烧烤台跟吧台相连接 加上音乐以及欢笑声 让这里在入夜时分 呈现出了一片欢乐的感觉 而店家的串烧呢 不论是蛋黄鸡肉棒 或是酱烤鱿鱼 还有这个紫苏花肉等 都是清酒的居家搭档 配上生活的五四三 谈论的也许是梦想吧 又或许是很多的无奈 反正不管是哪一个 都是深夜的美好